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是在做我们3A黄金钛的这个实验 我们找一条已经没什么活力的鱼 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不得会动了 现在我们把它放到水里 看看我们3A的黄金钛 一只反渡的鱼会怎么样呢 这是我们3A的黄金钛 一只反渡的鱼 现在我们把它加一点钛在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钛融解在水中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只要几秒钟就完全溶于水里了 我们看到原本它没呼吸的,现在已经在呼吸了 我们继续加一点黄金钛下去 大家可以看到 那钛已经完全溶于水了 那鱼的呼吸也更加的活跃了 那鱼的呼吸也更加的活跃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鱼的呼吸频率已经比刚才快很多了 我们看到那个水还是清澈的 并没有被这个钛弄到混浊了 我们再加多一点,让它更快的有活力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钛鱼只要接触到水 就很快的溶解在水里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反度的鱼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反度的鱼 已经开始要翻身了 看到吗 已经开始动了 好,我们再加多一点下去吧 我们看到现在那个鱼已经很活跃了 来,掌声掌声给我们的3A黄金钛 我们看到现在那个鱼已经很活跃了 这个鱼已经很活跃了 感谢观看